前面 许县长 拿的什么好酒啊 我带了邱家的陈念烧酒 专程给少帅送来的 好 少帅还没睡 请稍等 好 绍帅 许柱看你来了 走 走 走 保护少帅 有刺客 走 少帅 抓到一个 好伸手制武 这是邱家烧光 沉淀好酒 好酒 好酒啊 报告少帅 刺客死了 什么 死了 我看他咬破一脚 应该是服毒自杀 一定是日本人 日本人一定是看我收了他们的孙家弯矿 中国的煤矿 怎能让日本人随意刀卖开发 走 好 好 好 不 好 对 我看你早上说 几人每天 哦 那 那您找我啥事啊 您要组织人 把湖玉梅的车辆 顺利到达港港 你得明白 明白明白 一当局 我的命是你给的 如果不是您排上来救我 那少帅和许志武 他们早就把我打蟹八块了 我这身上啊 也可能被打了一百多个窟窿了 你的良心 大大的好 知人图报嘛 刘海轩大大的明白 爹爹 一吨美也不能上 疼吐运的干口 我会派陆和军跟你一起行动 好 好好 好 少将军已经下令 请求六个块的煤炭进去为民 你得有什么好办法 一堂学 几十吨煤炭 要从他们鼻子底下通过 走以前的大刀 肯定是不行 我看这样吧 我跟你说啊 咱们啊就啊 什么 游戏 本下集中 哎 你还看着候尚远 我我看着那些修备 嗯 我看你 我看着哪些修备 在这也不看着 我看着 unter 你 你嘘 他在哪 Ribu 席州 徐郎 好 州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欧阳林 是于先生介绍的 你好 徐州大抗长 坐 于先生现在还在苏俄学习 苏俄的十月革命如火如荼 可是你们看咱们国内 各地军阀混战 国民政府争权夺利 这人民的利益于不顾 百姓对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 不过可喜的是 继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之后 全国上下 一片爱国主义的热潮 我想你们在辽西这个地方 还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 告诉你们 一个新的政党诞生了 什么 是什么政党弹上啊 是中国共产党 是为劳苦大众谋求幸福 带领全国人民反抗压迫 反抗外来侵略 维护国家利益的党 那 他打日本猫子吧 当然打了 共产党要团结 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把所有的侵略者赶出中国 好 这个打太好了 太好了 有了这个人啊 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段时间挺迷茫的 志武 你迷茫什么 你知道吗 于先生去苏俄 就是学习苏俄共产党的经验去吧 好啊 由于先生掌舵 那咱们干起来就有方向了 这次我们要配合好张大帅还有大公子少帅重组孙家湾煤矿的行动 并进一步遏制日本人想要掠夺我们煤炭资源的阴谋 少帅 志武来了 来来来 好 我们正严密监视新秋六矿煤炭万蕴的情况 没有发现异常和运营的车队 你们做得好 是少帅的威慑力 遏制了日本人 哈哈哈 少帅 志武哥 昨天遥宫们放出了一个高产 多出了二十吨煤 太好了 徐矿长 你要给遥宫多发工资 让他们好好养家呀 哎 少帅 乌龙矿也早有规定 凡是高产多出煤 都会给遥宫们奖励银两 另外 下一天遥 还要发一瓶秋夏烧酒 徐矿长志矿有方啊 哎 哪里 少帅 不瞒您说 这些都是像永齐的父亲 我的恩师 洪寿轩洪大人学他 洪掌官生前 辞官经营矿业 他的实业救国之心 不屈不挠的精神 一直激励之谎 早有耳闻 洪寿轩的实业救国之举 但不幸惨死在日本人之手 这个仇咱们一定要报 报告少帅 有人发现星球六矿 有运煤马车频繁出矿 哦 没有发现运煤车队出矿吗 没有 奇怪 没有运煤车队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这 小君 庄小婷 已经 完全适应山里的生活 走了 小君 你就知道在这打枪 你应该到山下去走走看看 你不知道山下有多热闹啊 少帅率领东北军在城里 可威武了 小哥子吓得都躲起来了 还有啊 我那兄弟志武 当了凤田矿业矿长牛大夫了 那天志武啊 在王府里跟许多武士比武 一连串打倒了好几个 哥哥在下面看的 可不幸的 你都没看到那个样子 伟长 你先抱 来 坐下 来来来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安开 来来来 坐下 你要干什么 害羞吗 来来来来 再来 来来来来 来 干什么 你稍管闲事 我拿你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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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把照结了 哦 志武啊 不用了不用了 你们今天救了我 今天吃的全免了 那怎么成啊 对对对 不行 给你拿着 哎呀真的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啊 谢谢你们救了我 啊 啊 别客气 嗯 你没伤到哪儿吧 我 我 我没事 哎 你没事吧 啊 没事 哦 没事就好 美贞 你怎么了 哦 没事 美贞 这么多年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事 你要是有事 你就说出来嘛 别整天愁眉孤脸的 我不愿意让你难过 大龙 这么多年 我看着你为你那个徐之武兄弟 多次出生入死 你们成了生死之交 我真为你们高兴 太好了 那你先练着 我带天望去玩啊 哎 去吧 娘 走了 走啊 爹爹 那边的山好大呀 是啊 那边啊 那边啊 有好多大房子 汽车 还有火车 爹爹 什么叫汽车和火车 啊 汽车呀 就是在它下面有轮子 可以飞快地跑 火车就是 跑得更快了 爹爹 我长大了也要坐汽车和火车 好啊 到时候爹 一定带你去见火车 坐汽车 啊 大公 你快 停车 检查一下 请注释证件 走吧 你看 你看 子豪 你看 这辆马车去哪儿呢 大哥 怎么只有这一辆马车 啊 如果是凤天矿物局的车 不应该只有这一辆 肯定是透霉的 大哥 如果是透霉的 我趁机绑了他 别情急 汪东 你看 刘海轩 刘海轩 是那个少佐 子豪 你跟着他们 我下山去找这武人 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少帅 好 千万别惊毒他们 是 走 到了 志武 格格 在家吗 谁 许臭 大龙哥 你哥在家吗 哥在 哥 爹 娘 大龙哥来了 谁啊 大龙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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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武 大龙来了 大龙啊 好些日子没来了啊 爹 我儿子天放 爷爷 奶奶 叔叔 沈子 爷爷 奶奶 叔叔 沈子 爷爷 奶奶 叔叔 沈子 好好好 长得真精神 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啊 今天都不走了啊 走 我去做饭 你也别闲着啊 去剥我忙 好好好 快 跟娘拿点菜 天放 好 你看这孩子长大 跟我们家志武的眼睛挺像的 是吗 你看看啊 真的 我看看 哎 哥哥 你还别说啊 你这么一说啊 他们俩还真有点像 是吗 来来来 叔叔看看 行 大龙哥 要不这样 让他任我做干爹 那感情好啊 祝我 哥哥 说准了啊 一言没定 天放 干爹 叫上干爹 爹 啥叫干爹啊 干爹 跟爹一样 跟爹我一样亲 那我回叫了啊 干爹 啥啥啥子 你还真叫啊 我看你是不想回山岭 那人花呢 好对了 那人花啊 那人花 来了 娘 来了 你看 叫哥哥 哥哥 妹妹 带哥哥进屋往去 来 去吧 走 进去往去 周五 你还别说啊 这俩孩子 这么一看哪 还真是天生一对 走 周五 想什么呢 没事吧 没事吧 我总觉得这俩孩子 是 大龙 我看这俩孩子好像特别熟 感情特别好 你觉得呢 那可不 你说说 你们老许家人 和我左大龙就是有缘哪 生死相救 恩怨其缘 多传奇啊 大龙 贵夫人该下山了啊 该让我们看看这面目了 是啊 她就是 天上的仙女 难得下来走一回 我得去请她呀 行 咱进屋落去吧 来 请我 好 走 走 反法哥 是我 反法哥 屋里坐 还不齐了 我跟你说 打文哥发现 刘海轩在偷运煤炭 这 这事太紧迫了 走 赶紧刚才烧帅去 走 走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 今天一车一车运的 岗层军一堂军 请 请坐请坐 宁师先生 五万吨煤炭 很快就会运往港口装船 运回直奔 好啊 太好了 现在我们大日本帝国急需能源 有了能源 再加上我们的先进技术 就是战无不胜的帝国 有 现在 少帅坐镇孙家湾煤炭基地 这是对我们的挑衅呢 国内现在对华政策正在修订 我们大日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天皇告诉我们 辽东半岛是靠我们大日本的实力 得来的 但是这个实力还是不够啊 真正的实力是要靠这个 路以下 最重要的人 考虑 好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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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快点 就在前面 快点 都跟上 跟着 加快速度 快 快点 跟上 慢点 慢点 快跟上 快速度快 这龙尾薛真够讲话的 大哥 六海泉他们还在装美 还在装美 是 雷队长 六海泉还在装美 估计得等到天亮了 日本少佐 肯定会向日本兵来 他们要作战经验 好 大家先埋伏好 知悟 你带着大龙从左边附近 牵制敌人的火力 我们从正面打过去 战斗要迅速结束 好 好 大家分头准备吧 弟兄们 跟我来 弟兄们 起来 出发了 走 停车检查 处置证据 走 走吧 爹 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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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站住 哪儿的煤 往哪儿拉 呦 这不是东北去吗 这些煤是送到深夏客栈的 哦 送到客栈的 老翔 有没有看到运煤的车队啊 呦 这条路不走大车 这小马车是专门给深夏客栈 商不合老乡家里 送冬天取暖用的煤 哦 走 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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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 前面 没有讯罗队了 还没 回来继续拉 知道不 快 快走 走 走啊 跟上 后面的跟上 快快快 我跟上 买了 嘛 快 快 快 terror 这是你 报告卫队长 敌人已经出发了 传王的命令 出发 准备战斗 家门没有说了 咱们马上就递过了 这次运雷 有多加消息 我运雷 一定运出去 听到没 是 看着 快快 站着 站着啊 站住 去看着 看着 他真的一个人 必须是 那一定有这个人 不让他实施 早上 没 早上 那一定的 这是 真是 十四 早上 冲冲 快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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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 快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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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大日本的脸让你们给丢尽了 我怎么向天皇报告 少佐 报告将军 用我的生命向天皇谢罪 请将军用天皇赐予的战刀切开我的父母 将军 拜托 少佐 你要用一百个中国人的血来洗刷你的天皇的谢罪 是 少佐铭记将军的诏讯 我得 暂时 放弃心情流筐 记得 Minh 军 我得了 快 没说 好 报告双帅 东北军107师一团团长 赵立志向您报到 哦 赵团长 来 快坐下 是 赵团长 从今天起 你要肩负齐 保护辽西 死亡 赵团长 凤天矿物局所处各个摇矿的安全 是 知道吗 这里是我关东一片富饶的土地 这里的地下 储藏着巨大的碳框 这些碳 给咱东北军 换来了几百架法式飞机 好枪好炮 少帅 以后咱东北军有了自己的空军 就不怕列强的侵略了 咱东北军顺应民意 收回了被日本人霸占的辽西煤矿 成立了奉天矿物局 叛逆团 组成矿业保安团 长期驻守这里 保护这里的矿业安全 不能再让日本人 来盗窃咱们的资源 明白吗 报告少帅 明白 好 少帅 您找我 找我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 1071团赵团长 您好 这是矿长许志武 您好您好 您好 报告许矿长 我赵立志 一定做好奉天矿物局 各窑矿的安保工作 太好了 是我 我要去奉天和一些专家见面 看看怎样拓换咱们的杭道 咱们的窑矿 杭道太窄了 给咱们的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我去听听专家的意见 让咱们的梅采多少就能出多少 好啊 少帅 这太好了 你就安心地回奉天 这儿 去交给赵团长和我吧 哎呀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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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父亲 辽西的人民都特别敬仰您 都希望您能去城里看看他们 哎呀 老百姓敬仰我 是因为我对日本人不屑一顾 也是因为你治军有方 我要修铁路 把煤炭运到港口 从港口再运到世界各地 你知道吗 虽然咱们的煤炭换来到法国的飞机 咱们已经有了空军 咱们自己还要在兵工厂再造大炮 炮弹 步枪 机枪 父亲 只要我们有了现代武器 小日本就不敢在中国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了 我准备再派去一个团的兵力 驻守辽西煤矿 保护各个煤矿的安全 小日本和汉奸胆敢破坏煤矿 格杀无论 是 父亲 煤炭被西方国家称之为能源之母 也是我们的经济命脉 说得对 东北军需要挤养开支 煤炭是咱们的经济意图 这就叫十业救国 十业救国 对 小日本想霸占咱们的煤炭 切断我们的经济命脉 我不能让他得逞 东北三省的老百姓也不能答应 对 咱们谁都不能怕他 嗯 咱们谁都不能够 他怎么能够 有一 Tut 港参军 将军 谢谢 我们要发扬大官的精神 甘愿为天皇和帝国献身 嗨 将军 岗村军不要因为失败而沮丧 嗨 将军 我不明白 为什么大日本还不发动进攻 多北军在我们手里抢走了属于我们大日本的煤炭 他们要从国外进口武器 把煤炭输送到国外 去换枪换炮换飞机 这样会让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安全受到威胁 我要你密切注意东北军的一举一动 我们正在制定计划 这是一个绝密的计划 绝密的计划 天皇陛下 天皇陛下 正在筹划 啊 将军 那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东北军的铁路 马上就要开通了 我们要有新的维策 截脱 中文字幕——YK 王选长 邱长柜 许矿长 好像有事 高兴赛 高兴 现成冲车 值得庆负 值得庆负 是啊 值得庆负 那你先忙 许矿长 那我先走一步 邱长长 列车已经安全驶出 县城火车站了 我去叫做事 好 走了 诶 师傅 你不觉得这个王军长 怪怪的吗 他们县府那帮官员 都是靠凤女吃饭 做什么事都得过几货 听说上次 他为了点儿小钱 竟然苛扣了许多商贩 缴了到税款 差点儿 得搁置法办 所以你看 他现在变得多老实 这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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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 走走走 快走 快点快点 走走 父亲 父亲 我知道了 现成的运煤火车被炸了 父亲 东北军日益强大 自然就有人破坏 他们是怕我们日益强大的军队啊 这一定是小日本干的 他们多次拉拢我要成立东北独立的伪政府 我是堂堂的中国军人 怎么能跟在他们的屁股后边出卖关东 父亲 我已秘密派探长于飞前去破案 一定要挖出潜伏在当地的日本特务 抓紧事先修复铁路 这批煤炭 是钢厂急需的军工燃料 耽误不得 是吗 明白了 父亲 嗯 许矿长 夫人 王先生 你们这是 江夏来了个表弟 我们来接他 好 接人 接人 您忙 您忙 来 走 怎么办 这边来 这边 来来来 接他怎么接啊 你别着急 应该马上就出来了 哎呀 胜不胜 胜不胜 他肯定是坐的这班火车 这边走 这边走 慢点啊 来了 原地 表哥 表嫂 长这么高了 是啊 表哥 表嫂 你们好吗 好啊 挺好的 那就合作走 走吧 回家 好 好 好 还可以 好 谁 还有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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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 张少帅已下令 限期一个月侦破此案 坚决打击日本人的嚣张企业 赵团长已经在饭店等我们了 现在县上的局势比较紧张 在外人面前 我们就以表兄弟相扯 我明白 你放心吧 张少帅早有安排 让你和赵团长配合破案 好 江少帅 高兴 野MER 战 包浈 何乃啊都所畏惧 山川啊流淌着咱的血行 天也有咱薄下的种子 为了包围这片土地 儿女啊英雄那几了武器 雪洒江长无所畏惧 强盗门秀想把你躲去 为了见识这片土地 我把青春奉献给你 大狂山间这雄伟野鸡 黑与土地想变得更美丽 黑与土地想变得更美丽 牛氏 黑与土地想变得更美丽